今天带大家去我们的拍摄现场 Wire Talk 我们拍摄是关于图书文献中心的一个宣传片 在开场一定要很炫 我们选择Red小武器 配上24毫米的老挖镜头 还有古老的收藏的书作为道具 除此之外呢 我们是使用了轻油的滑轨 来把机子从前往后一抽 我要是前进我会打到这个书 我穿不进去 后期倒放 我们就有一个穿梭进去的酷炫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会拍一些特效镜头 会有一些用户在使用 然后网站在它的背后显示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什么是前景 什么是后景 然后使用绿幕来把它分开出来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不能发生任何错 没有人允许碰三小架 否则又要重新拍摄 所以你的整体部门协调 跟副导啊 群演啊 主演和你的东光团队 一定要配合的特别干净 做后期会很方便 最后我们要拍一个经典的会议室镜头 显示大家在传文件 然后互相讨论等等 因为我们空间特别有限 不想要再专门租一个大炮 明亮床特别酷炫的灯光组 用两个钢腿和两根横杠 做出了一个很棒的结构 让我能拿Movipro和Red 直接挂在上面 然后俯拍 为了让这个镜头更棒 我们带一些运动进去 使用一个PS4的手柄 操控Red摄影机 在Movipro的一个动向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本来会花很长时间用炮做的镜头 行李也带的很少 That's basically it 希望你们这次探班很开心了 也学到一些技巧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 你最喜欢哪一个 Movipro